2021年新年快乐 你对这个新的一年是否有任何的期待呢? 也许你会说,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 一年一年这样子过去了,有什么好期待呢? 更别说,越多期待,好像越多的失望与伤害呢 其实,也许就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期待的这颗心 导致你一年一年就这样子过去了 其实期待还是很重要的 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上帝啊,他也难为没有期待的生命 因为当我们有期待的心的时候 再加上一个正确的祷告和寻求的时候 上帝他必定要做奇妙的工作 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今年我所属的生命和灵良堂 我们的主题是不断更新,经历恢复 不断更新,生命的更新,家庭的更新,感情的更新 我们的这个精神上面的更新 甚至健康上的更新 精力恢复 哇哦 那我这时候要问你咯 你期待生命的更新吗? 你期待你的生命有恢复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事情必然可能会发生的 耶利米苏33章3节说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 这边说你求告我 上帝对他的百姓说了 如果你向我祷告 我就要来回应你的祷告 但是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跟我祷告 我无法回应 所以今天我想在这年初开始之后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看你是否愿意让这崇尼你的祷告 你渴望经历恢复吗? 你渴望经历生命的更新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吧,这个时候就可以 让这成为你自己的祷告 甚至大声的到后院 到山上喊出来 上帝啊,我渴望进入更新 我渴望生命有恢复 我渴望我的家庭有恢复 喊出来好不好 如果你是一个爱国分子 我渴望看到我们的国家 有个更新,有恢复 如果你是爱家族的分子 你也可以这样祷告 我渴望我的家族 有更新,有恢复 当我们喊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经历到 耶利米书33章3节 你求告我 我就引云你 Well,这个是一个崭新的一年 只要我们有个愿意的 正确的 合乎神的 这个应许和真理的期待的时候 我们向神求告 这会是个非常值得 我们来向神走一面 Low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